hello大家好 我是皮尔翻 好久不見了 各位來吧 我們今天的第二支影片 對 我們的單人模式 我覺得如果我再PO的話 應該就沒有機會PO這麼低的結束啦 對 我這個陣子呢 我有埋頭苦幹了一下單人模式啊 但是我怎麼覺得 我怎麼打都打不上去 這是我目前最高的狀況 我覺得基本上到25還可以 到25都還算OK 但是要怎麼過30 我覺得我現在一直卡在一個坎就對了 我怎麼打 就是打不過30 那我目前最高的紀錄啦 是到30沒錯 好 那我的狀況 好啦 我們就直接看一下 因為我打到30關 結果回合數也沒有 分數也才花13分鐘啊 如果這樣講的話 其實這個賺錢其實還蠻容易的啦 對 還蠻容易 還蠻容易的 來 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那初期的火焰骰 初期的基礎毒骰呢 大家應該都知道最強的是毒骰嘛對不對 可是毒骰 我就至少一顆二星啦 如果只有一星 全都是一星的話 最好希望它的位置是可以錯開的 好 咱們的第一顆 這個時候大家會選什麼呢 不是選鐵就是選槍骰吧 不是 不是選鐵就是選颱風骰吧 但至於槍的話 很像應該是要最後才選 沒錯 反正我還沒有到最後過 我也沒有打完一龍 我覺得我講的目前就只是一個經驗坦而已 不能說是 不能說是作業可以抄的地方 我真心覺得啦 對 現在開始用鐵的話 基本上這邊就不用管了 那後面的毒或許也是沒關係 那我還是選擇用颱風 因為如果這邊星數高的話 後面靠鐵去打我啊 會比較容易一點點 對 我想把鐵留在第二輪 第二輪 我說第二輪是指的是下面那五顆 對 下面那五顆 那一輪拿來用鐵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 來 我們第一隻王青 應該大家都可以過第一隻王 還算簡單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這邊毒不夠多或是排風不夠多的話 會有一點點機會會風 因為畢竟小兵的血量已經開始起來了 而且我們的傷害真的說實在是頗低啦 因為等級只有7 每一顆閃者等級只有7 而且爆傷只有500 所以真的是有這麼一點點的爛就對了 好 那第二個呢 應該就是賭博沒有錯了 通常應該是一開始會先把賭博拉出來吧 然後靠這顆賭博呢 去把星數給他完完整整的給他飆上來 不然的話感覺有這麼一點點難 對 到後期的話 我自己是沒有想過用其他閃啦 因為其他閃是有改電跟那個 和閃嘛 對不對 但我總覺得不太適合 對 不太適合 改電的話或許還可以 但是和閃的話 或許和閃在這裡可以啊 不過和閃在這裡那麼早用嘛 我覺得那應該是最後拿來救圖再來用的 對 最後拿來撐上去 或許還有機會把那個 把那個回合數給他撐上去 好 那第三顆可以看到左邊的畫面有 暴風雪 齒輪跟地雷啊 不知道大家玩的時候 會不會把這張圖片開在旁邊呢 對 我真心覺得蠻重要的 因為畢竟這個時候也要控制一下我們骰子的位子 以確保說我接下來到底要什麼版面會最好 我終於有玩了幾局啊 是想說用齒輪 那這個時候我的風骰就要把齒輪弄得很好 可是我想要第二輪再來用齒輪 所以我第一輪呢 哇 應該大家都會拿地雷沒錯吧 就拿地雷先來給他補傷害啦 然後第二輪拿齒輪 然後再來拿暴風雪 我暴風雪目前人家都放在最後再拿 然後這邊猶豫了一下我到底要拿什麼 我猶豫了一陣子 對啊 還是選擇地雷 因為初期我想說可以把傷害給他墊上來 不過我現在想想這個墊傷害很像也沒有墊到多高就對了 對 因為如果今天他不是傳說骰的話到後期沒有用 所以我想說初期還可以幫忙墊一下傷害啦 因為就算到後期他只有七等地雷 然後他打的就是一般傷害 而且現在的地雷這樣搞的話 變成我今天沒有紅色到後期就是垃圾對不對 那我不如先把地雷給他搞起來就可以了 好 現在到第十一回合 那等一下是咱們的轉王啦 不過這個轉王轉上去的話 有 這時候我的那個賭博還在 我期待他的賭博可以多轉幾顆 我現在只能期待賭博了 因為感覺他給的成長骰就這一顆 對 整個版面一點 整個十五顆裡面就這一顆 可以額外的提供金錢轉 祭品就先算了 祭品也只有轉王可以補 而且祭品 祭品太後面了我覺得 雖然說這個時候我都還會拿祭品 因為轉王嘛 轉王配祭品不是天經地義嘛對不對 沒轉一次我就多拿一點錢 你這樣不好嗎 對 你這樣不香嗎 然後這邊我一直很想嘗試的 看有沒有辦法把地雷給他連在一起 地雷連在一起的話 我後面的齒輪就有傷害 我會選擇把暴風雪留在最後 先把齒輪拿出來 但是我連最後都打不到 我是不是應該選擇把暴風雪拿出來 哈哈哈哈 我是這麼覺得啊 好 現在到第14回合了 這個小兵還算可以 因為畢竟我有一個五星地雷 跟四星地雷在那邊擺地雷 地雷擺得這還蠻夠兇殘的 而且冰甩可以緩住冰的話 這樣地雷的傷害大概一顆 可以打到兩次啦 我覺得還可以 如果這時候再配上鐵 鐵甩還不太好 這時候配太空應該是會的 因為配鐵甩的話 他應該會再推近幾點點 推近一點 現在是推到第一個轉彎前面而已 好 那接下來是咱們的轉彎 那這個轉彎基本上還好啦 而且我蠻喜歡 蠻喜歡他多轉一下的 如果他轉起來的話 或許像現在賭過很多 但是還會被轉幾次啦 還會再被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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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有要 可是這一波很像沒有辦法轉了 他剩下幾萬滴了 剩下兩萬多應該沒有辦法 我的齒輪便上 可是我有一個五星的獅音卡在那邊啦 我覺得這個就會變成一個敗筆 成也祭品 敗也祭品 這個五星獅音卡那邊真的有 這麼一點沒用 那接著第五顆 這個時候我會選擇的是波閃 因為波閃的傷害我覺得蠻過分 可是我不會選擇先拉元素 元素在這裡一來 怪物的血量還太低 感覺不適用 而且感覺有點浪費 感覺至少第二輪再把它拉出來 最後再用光劍 反正我只要打到45關就滿了嘛 對不對 那我最後第二輪再把元素拉出來 因為光劍就不用管了嘛 一關三顆嘛對不對 三關可以換一顆 所以我有15顆 大概換到光劍我就是滿星 剩下就是打Fu的而已 打Fu的而已 對打Fu的而已 他有辦法再上去嗎 還有人再上去過嗎 還可以這樣選擇 所以我選擇會先用元素 會先用那個波閃 然後再用元素 然後我們這邊運氣還不錯 我這邊有一個七星的元素 終於給他長起來了 我的星數算不錯 而且換個角度想 如果到時候我過了30關的話 我的元素會在那個位置 是不是就省了 對是不是就省了 感覺到後面就不是問題了 因為畢竟所有王都只會面對一次嘛 面對到後來的I王啊 到45關的話 應該不會再遇到 真正王是到35關 到後面也是兩關一隻王 還是重新重新一次 45關就是重新 那也是之後的事情 再說了對不對 好來我們這邊還可以給他處理掉 雖然我的地雷已經沒有用了 如果今天不是紅雷的話 那個傷害好像已經沒有意義了 傷害其實有點偏低 那第二輪呢 我的鐵骰要拿出來 我的槍也是選擇在最後 看有沒有機會把七星槍給他掉出來 可是我這個想法或許是錯的 如果今天到未來沒有七星的話 我還要把他換掉 那我是不是選擇 一開始先拿來用 我最一開始就先拿來用 或許比較好 把颱風就直接換成槍 然後後面先用颱風 然後再來是用鐵骰 因為鐵骰打王真心覺得傷害很痛啦 對 只是我不知道後面的王的血量 到底有多麼的噁心 不知道他的比例怎麼樣 現在感覺現在還OK 而且我基本上是靠那顆七星帶打 只要他不打掉我的七星 喔沒有 閃不掉 他直接打我的六星鐵 這個太殘忍了 我好不容易有一個可以 有機會打到未來的東西 他這兩發炸下去蠻重要的 如果他今天炸到的是你的主力 基本上會涼掉 因為現在不可能秒王嘛對不對 除非前面就給你日月有沒有 可是又會被轉掉 又一定要叫你選 他強迫你選 你不能不選也不能說放棄 如果他可以放棄的話 難度應該就沒那麼高 就是因為他不能放棄 一定要叫你選 所以難度才會高等這個地方就對了 好現在到了第二十一回合 等一下是咱們的獅王 哇 還要全場被降星贏 半場被降星 這個太凶殘 不過我的波閃已經疊滿了啦 那個傷害其實蠻噁心的 我的小太陽 可以 我的小太陽可以 小太陽可以 那我這個要拿掉 真的有一點可惜 這個時候到底要用改變還是 我的河閃呢 我記得我很像都有嘗試過 然後這邊我竟然選擇的是 我現在選改變 我應該覺得 啊對對對 我覺得這一局我有未來 所以我把河閃留到最後 對對對應該是這麼小 不然的話如果覺得沒有未來的話 我應該就選擇核彈 吧 因為我有七星的彈 雖然說我的六星鐵被炸掉 為什麼要炸掉六星鐵呢 那麼多鐵幹 那麼多鐵幹嘛炸它 然後我現在星數是123345的鐵 嗯 33可以合掉欸 現在這麼小 但是當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不合 感覺可以多一點傷害就對了 好 如果這個時候再配一個緩速骰的話 緩速配上波骰 這個傷害應該就蠻噁心的 不過 還可以還可以 因為我現在打的是前面的小王 不對他也不會給他傷害 所以無所謂 這只能祈禱 他趕快處理掉了 而且我的地雷紅雷也沒了 這一波下去有這麼一點點的危險 就對了 還行給過 既然王都可以處理掉 那24關的小兵就不是問題了 而且他不會一關一關的給錢 所以覺得有點可惜 來了我的三星鐵合掉 原來我這邊可掉 但是變成一個鐵粉 變成地雷 這個時候地雷真心已經沒有用了 他等於是變相的鐵骰啦 對 如果他鐵骰 鐵骰直接放到中間的話會比較好 因為他一次可以打到兩三隻 如果是放在前面的話 大概一次打兩隻而已 對我覺得還不太行 而且我沒有反速閃就對了 好 我們這邊還是隨便 因為畢竟不是小王 不過他也可以碰到 我最後的那一坨地雷了 有點危險 那我的地雷這時候要換什麼呢 如果這時候我的地雷的位置很好的話 我應該會選擇換成 但是不行 對真心覺得不行 現在換齒輪的話 感覺沒有意義 所以我選擇換了暴風雪 暴風雪可以多少 緩住一下我的傷 緩住一下怪物啦 所以應該可以過 不然的話我覺得這關王打過去 後面的小兵 小兵都過不了 因為已經走到第一個彎的 最後的轉角處了 真的太危險太危險了 那我們再繼續給他看一下 感覺有那麼一點危險 不過我後面還有一坨 對我還有一坨最後的地雷 可以給他處理掉 剩下還行還行還行 就差這麼一點點 好啦 就到了最後五關了 因為我現在有暴風雪的關係 基本上小兵不是問題 對啦 所以我覺得暴風雪很適合在這裡 如果我今天後面 再變成原子的話 那不就是穩贏了嗎 只是我真的 我就卡在嗨王 對就卡在嗨王 這邊暴風雪出來就很過分 對真心過分真心過分 就像初期的地雷一樣 反正就把怪物緩住的話 怪物走的越慢代表我的傷害越高 相對而言 反正也沒有對面會干擾我嘛 所以不重要 只要怪物走的越慢 我的傷害就是越高 對就是越高 好到第27回合了 這個時候應該都不是問題了 可以看到剛剛就是沒有 沒有暴風雪的情況下 怪物都會走到第二回合 因為現在我有暴風雪 而且全部都升到Level Mix 所以基本上怪物應該是走不起來 而且我有波骰在 我的波骰真心耳心啊 這個時候覺得波骰成神啊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好 而且 他的錢 真的到後期有一點浪費啊 你看現在都 錢都沒有意義了 對 他沒有辦法花到一個極限 然後可以再補錢啦 直接用錢升級閃 大家可以贏出來對不對 然後這個時候我選擇的是 火閃而不是小丑 我總覺得如果這個時候 如果剛剛的齒輪是OK的話 我應該就會選擇小丑 可是齒輪不OK 所以我選擇火閃 然後再搭配著 暴風雪跟波閃 這樣的話全部都打範圍 不是很爽嗎 而且我還有一個四星的賽 這還蠻過分的就對了啦 因為我就直接放下兵 給他一直燒 而且四星的其實 一星的其實打不慢 打成蠻慢的 所以他不會那麼快就點暗 不會那麼快就點暗 而且我現在就算放開 我再把其他顆拉回來 就可以把傷害補回來 而且火閃的話 盡量就一直放著 因為他是傷害越打越低 越打越低 那我就不如給他一直燒 一直燒一直燒 對不對 然後這邊點慢 給他燒起來 等下打王的時候 我再把四星火閃給他放上去燒就對了 對 一直放著 一直放著 這樣傷害才會最大最大最大化 只是說放著不打喔 放著不打的話 傷害其實是會默默默默的降低 這樣反而會變弱 對反而會變弱 你不如就給他一直燃燒著 一直燃燒著 反正剛好有一星二星跟四星 我就看著二星 如果二星火灌沒了 那代表一星應該還 也快不行了 再交換一下就好 來我這邊再給他補一下火焰 如果這時候可以多控的話 火閃應該是可以過不了 好來了 咱們的哀王 他給我哀到了 一星的 不是哀到四星的 我把一星的給他處理掉 這時候還蠻危險的啦 因為我基本上沒有任何的殺傷力了 對而且怪物王走這麼慢 如果這樣倒下去 對我應該是這一波下去了 我的五星鐵骰 從我的最強打擊手 變成了最佳的補血手 而且這時候我可能已經亂了套 我的四星的火焰 已經沒有攻擊了 這時候我的傷害應該是比不上了 我的七星 七星波骰跟五星鐵骰 我覺得是五星鐵骰會比較多 因為打王還有額外的加倍嘛對不對 我的四星火焰 如果這個時候我一直拿四星火焰去燒的話 或許還有機會啦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時候一直撞 我也不知道 來了啊沒有用了 我這個時候才拿來燒 欸這個時候他一燒起來整個 他一變身之後又再燒起來 可是一燒起來又沒了 沒有用啊沒有用啊 這時候不如就讓他下去吧 好應該是涼掉了 欸他洗裂之後沒有 這時候幹嘛要死他 我就只是應該是 要歪掉了 好第三次回合 哇對啦 我看到我就點了 如果他打到我的五星鐵 如果沒有打到五星鐵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 應該是很酷 應該是可以 但是現在應該是 涼掉啦 全場被害啦 OK GG30回合 這是我目前打到最高的 如果你有作業可以讓我抄一下的話 麻煩各位了 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如果有什麼組合想要跟我分享 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話 就在Discord裡面私下留言給我吧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另外Discord全已經開放了 如果想跟我聊天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歡迎進來吧 雖然我不想出現就是